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迟到总好过没到了 就像之前说过的 全面封锁肯定会对商家带来严重冲击 但为了控制疫情 这已经是在所难免的 接下来就希望政府赶快出台经济援助配套 就像经济学家建议的 只要推出自动暂缓还贷 暂缓缴纳税务 延长税务减免等等 无需太多拨款就能帮到商家的政策 最最重要的是 政府总算听到人民的呐喊 落实了14天的封锁 所以大家已经没有理由继续无视疫情趴趴走了 我们都不希望山哥口中最快的打算 也就是如印度般的疫情海啸会在大马上演 导致医疗体系崩溃 再不遵守SOP 两周后恐怕就会迎来每天1.3万宗的病例 这实在是叫医护人员吃不消啊 接下来14天就靠大家齐心协力 乖乖听话待在家 一起切断病毒传播链了 如果一个月前就疯 就不会搞到今时今日如此难堪 太迟了 希望这次是真的好好疯 哪怕是一个月或两个月 最重要把疫情压下 让人民安心 丁丁真心希望你这次能决心 一点不到零确诊都别解封 别一味想着经济 大马在24号发生了史上首宗金块铁列车 相撞意外造成213人受伤 所幸没有人在这起严重事故中丧命 但这起意外事故却意外牵扯出一名领袖 从口出狂言到被炒鱿鱼的发展 着实让人大开眼界啊 LRT在24号晚上发生相撞意外 还搞到47个人受重伤 你看现场一片混乱真的吓死人了 结果交通部长马上赶去现场开机车会了 不过当晚没有看到Prasalana的主席出现了 隔了一天打竹钉才去到现场开记车会 结果问题没有打好好来 还要跟记车吵架 被问到这么前一天晚上没有赶来现场 他就讲他很迟才知道这件事 隔天一大早第一件事就来巡视了 结果被问到LRT隧道鬼道有没有受影响 他又这样打我 完了 加严重的意外还笑得出有没有搞错哦 记载会结束的时候 打竹钉又问了发问问题的凤凰卫视记者来自哪里 然后讲了这句 OK OK 打竹钉的虽样已经officially惹怒大家了 有网友就发动连署情愿要政府炒掉他 网民也在骂的是 现在病毒降构力 打竹钉开记车会竟然只是戴面罩没有戴口罩 搞得Boss顾都看不下去 跳出来帮他灭火 叫他跟大家讲说力 哇 没有想到这次政府的动作很快哦 得了一天财长就宣布炒掉他了 真的是大快人心哦 结果打竹钉也不会马路的 还想炒就炒啦 有什么问题哦 真的是从一而中的Battern了 其实过去有关注国会新闻的大家都已经知道 打竹钉这个人将来就是口无遮拦 经常口出狂言发表争议性的言论 包括出水论的黄色笑话 声称要长官华人 还笑称郭素晋是唯一有Cock女人等等 可以说是黑历史一罗光 比较叫人意外的是 这也几乎是政府史无前例 在短短一天内就隔除了引发争议和民怨的政治委任领袖 难得让人见识了问责制度的可贵 这间中值得让人省私的是 政府委任的作风 是不是一再违背选嫌语能的原则呢 美任政府包括曾经表明拒绝政治委任的西蒙 到最后也免不了透过政治委任来巩固权势 在许多领袖的素质和能力 明眼人都是心知肚明啊 不符合专业背景之余 更有白拿心水之嫌 无论如何打阻定事件 确实成了一个很好的反面教材 让人见识了政治委任的领袖素质 也希望闹笑话的领袖 别再出来丢人现眼了 这消息弥补了 我今天抢不到AZ的心灵 被开除了 这样的 我温乐了 那时候你说的Peace我们蒙了 原来是Goodbye Peace 基哥帮你发言 搞到丁丁不少 好的 感谢您收看这一集的实时之暗 但看完节目后 记得留言分享你的看法 接下来全面封锁的日子 就请大家一起加油了 我是志正 我们下周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